要学画画的你 一分钟学会调色 今天讲的绿色 第一的话是一个翠绿 第二的话中绿颜色 然后第三的话是一个黄绿 其实这三个颜色的话 你能特别明显地看到 它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 先揭起来 你看这一块的话 我要越往过过渡 你能看到的点的话 是它越来越倾向的是变蓝 而这一块呢 越来越倾向的它是变黄 你看这多明显 其实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叶子的话 有的的话给人感觉偏冷色 有的的话给人感觉偏暖色 今天的话讲到的就是这 一怎么样能把这些 都能精准地去调配 到底用到那些技法 来首先咱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定得了解 什么是互补色 就是这一块互补色的话 它是一个红 就是想要往深颜色走的话 咱得给它加红色 想要往亮颜色就走的话 这一块的话得给它加白色 那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颜色的话你会看到 它肯定亮 亮的话咱得加什么呢 里边的话得给它加白 加上白之后你发现 这个颜色好像特别接近了 但是的话 好像又有点太艳 那怎么样它就没有这么艳的颜色了 还有想要把它伸下去 里边一丁点红 然后给它过来之后 你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就比刚才要更接近很多 黄色里边稍微一点绿 里边稍微一点红 一定得记住啊 往深走 还有它不是那么艳 你看这个颜色 像不像 而画到这一块的话 它就更简单了 无非它就是绿嘛 你看从这里边咱找就行嘛 黄绿颜色 纯度适当的低一点 你看这颜色过来 多接近 而这个颜色呢 咱往这边找嘛 这个绿好像也太艳了 里边的话适当的再加一点红 来看这个颜色啊 看这个颜色啊 看这个颜色啊 像不像 就这么简单 所以的话往深走 纯度它没有那么艳 就得用这种方法 这一块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纯度的话 会变得越来越低 里边的话 给人感觉偏向暖色 越来越多 咱就红颜色加得多点 你看这个颜色 那是不是就接近它 而往这边走的话 无非就是红颜色再多嘛 然后绿颜色的话 你看它会越来越偏深 而且越来越偏冷 所以里边的话 就这个颜色里边 咱再去加红 再去加红 里边的话稍微偏向点暖 你可以适当的往里边加红 也可以里边的话 适当的来一点黄 颜色的话会更接近 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 你看最深的这个蓝颜色 里边加的红颜色多点 红颜色的话 我用到的是一个大红色 你看里边的话 给人感觉有一点黄 咱给它加一点土黄色 过来之后 你看这个颜色 再加一点黄 你看这颜色多接近 所以调颜色的话 真的就这么简单 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一定得首先了解的点在哪呢 一 你能分辨叶子不同的颜色 怎么分辨一 明暗 能分出来吧 第二的话颜色 到底哪个叶 哪个的话它比较灰 能分出来吧 还有的话哪个偏冷 哪个偏暖 能分出来吧 叶子能分出来 那颜料也能分出来吧 怎么样往暗 怎么样往亮 就这么简单 今天咱讲的是绿色系 我会把每个色系 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也教大家怎么样去调配 再次详细的讲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